三匹馬是過關的 而安上仁今天先後贏了馬 包括2號的智勇威龍、8號高耀之威 和大熱門9號永勝多 看看臨場吧 永勝多由頭到尾到尾 最後是3.4倍 不過賣門有兩匹馬下了很多票 其中一匹就是昨晚在陪女圓機提過的10號前回來 臨場過完關有23倍 誰知開跑時只剩8.6倍 另外上場贏馬的7號上滑 原本是半冷 但到最後剛好又是8.6倍 前回來真是何德何能 排六當 起步 嘩很快 一聲已經出了一個好位 跟著馬見到幾隻 裡面見到有智勇飛龍 那些都不是準備搶的 只是準備跟好位 開邊看那隻高耀之威已經不見了 反而上滑一聲已經上來了 高耀之威去哪 跟著馬見到加州滿意 他入定在3.4位 然後才到永勝多、智勇 叫楊飛鋸在外面 在外面的藍藍比3 那隻一路走三四疊 這樣中游去走 就是他的高耀之威 最後多少的馬 尤其是獲利多飛將軍 不見了經典座現 最後還有千輩不醉 寶樹多盈 至上尾粉紅三那隻 轉回中間 真是沒有馬陪他走 前回來自己帶來一個多馬位 真是諾菲也有辦法 首次在第二位的馬 就是想說已經沒有大礙當 已經一早好位跑了 在外面是智勇飛龍 而外面是三疊的 就是加州滿意 接著在他外面的馬 有永勝多 最後電視上來少少 就是高耀之威 海邊的馬還有經典座現 在他的外面 還有一些馬叫出來 就是飛將軍 來到這裏 真是這麼簡單 前回來還在帶著 就只有那隻諾菲 另外一隻諾菲馬 想說追他 後面上來的馬 還有就是永勝多 其他的馬 好像完全不是那堆馬 好,看看前面什麼馬鬥 還是前面上馬 偉紀來一例 又有馬就贏了 第二名的馬就是永勝多 第三很近 拍了相片之後 就是前回來 壓著後上的智勇飛龍 現在那些人 臨上落飛的 越來越厲害 第一 知道那些馬 是可以走到前面的 就是前回來 就是外擋 就是這樣 繼續這樣就好 那麼準 公饒之位排九檔 看看他怎麼跑 是 照計你公饒之位 搶上前面 他就沒有那麼容易 想說 沒錯 他是定住的 他是留住的 真是 那種反覆 現在 你的騎士 你的頭 左看右看 都沒有用 你想現在 留進去 想找位已經太遲了 太遲了 你看 留到 唉 這場外遊 沒得說 看下外遊的事情 這場其年都有問 毛思義說 獲得指示 如果報速慢 高耀之威就像上一場賽事一樣 佔取前列 但如果報速不慢 就應該順其自然 擺在有遮擋的位置 這天 肅情覺續的高耀之威 出閘只是普通 外側的想話 和前回來前速更快 能夠輕鬆超越 由於組斷的形勢 他就選擇 試圖約束坐騎 並且尋找遮擋 入席路後 沒多久 當他向外移出後 坐騎對於趨拆就毫無反應 而列馬斯利爾達就說 認為高耀之威 需要在賽事形勢有利的情況下 才具競爭力 這天的表現 可以歸咎於 未能以類似方式去拆騎 賽後的獸醫檢查過 並無異常之處 因為上一仗贏 小組就告知利爾達 匹馬必須事集合格 和通過獸醫檢驗 才能再出賽 而小組也告知他 雖然接納 這匹馬上一仗是形勢有利 但提醒他 盡可能要保持旗下馬匹 表現連貫的重要性 這句話真是好用 形勢有利 我告訴你 以後的獸醫馬 我告訴你 贏了輸 就說形勢有利 看看後面三十秒的照片